那很多的臭宝呢 说想要学养花 我要必备哪些东西 其实养花必备的东西呢 没有很复杂 你要捋一下 咱们就说跟人一样 首先咱们人 你要是想生存 是不是有个住的地方 那第一步呢 就是选择花盆了 花盆的话呢 你不论是什么样的 你只要排水透气 只要是不积水OK的那种 它就完全OK的 但你尽量的别买那种 就是口很小 肚子很大的 那种就行了 像毯子一样 那个不适合 你看基本上园艺里边养花呢 都是这种口大 底小 然后呢 下面都很排水透气的 基本都是这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土了 土的话呢 其实你看咱们地上 也是有泥土的 你这个泥土 不是不可以养花 是完全可以去养 但是最好是用沙土 有的话有会说 沙土不饱水不透气 那么呢 就是准备一些个营养土 所谓的营养土 大家不要被这个概念 给混淆了 你要知道 现在目前园艺行业里面 最哇塞的营养土 就是泥碳 有的话有说炒碳 炒碳 炒碳那个不如泥碳好 你懂这个事就行 最哇塞的就是泥碳 当然了 老花姨也在卖这个 泥碳土的一个配方土 大家也可以去购买 就是备一份好土 你看盆有了 土有了 就是肥料了呗 肥料你不用听了 乱八七糟的那些事 我们大棚里面呢 一般就是缓尸肥 14-14-14的 100天左右一次的 这种缓尸肥 备上一份这个 然后呢 你如果说开花的实在多 再来个磷酸性甲 磷酸性甲货很多 你提防这点就行了 肥料 这两种基本就够用了 我们大棚里面 基本上以这个为主 这个吹花的时候会用 因为便宜啊 新手适合 还有一个呢 就比较关键的点了 备一份杀虫药和杀菌药 很好分 你看 它下面这个 是不是写的杀菌剂 下面这个是不是写的杀虫剂 它下面有环带 你就备一个杀虫剂 一个杀菌剂就行了 找便宜点的 但是你要买到真的就OK了 其实无非要备的就是盆 土 肥 还有杀菌的杀虫的 就这几样东西 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有话说 我们听很清楚 那你就点个关注 老花爷会每天 给大家分享很多的养花知识 那是老花爷 养花这张一 记得点个关注啊 白了错吧